哈喽大家好 我是起冲 欢迎来到新手买股一本通 这是小弟的新书 现在在各大书店已经上架了 大家有兴趣买可以去书店买 上一期我开始说 这个投资股票策略的分类 今天我要进入这个 的第二个章节 就是价值投资型的策略 我上一期我说过 我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来讲解 每一种类型 价值投资顺势逆势 我先讲的就是第一个 就是价值投资型的策略 如果 你们已经决定了你们的性格 是适合这个价值投资型的 这样你们今天就要听好了 OK 在这里我先跟大家复习一下 所谓的价值投资呢 基本上怎样的 价值投资就是要 要买 基本面好的公司股票 什么叫做基本面好的公司 基本上就是两个就是 它可以持续赚钱 持续成长 这就是基本面好的公司 价值投资你一定要买基本面好的公司 没有选择 然后 什么叫做基本面好 我以前有教过大家一些 一些数据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个就是ROE 要大过15 ROE大过15 就代表它的赚钱能力是相对高的 第二个是ROA 要大过7 ROA大过7 的话就代表呢 它的负债不会太离谱 OK 第三个就是Operating Merging要大过10 就是它的利润编辑 要大过10 就表示它赚的钱呢 比较轻松 不会太过陷入学家战 不会太过低端的精神 会相对比较高端的精神 不需要学家战 然后 第四个就是PEG要大过0 小过2 PEG大过0的话就表示 它有成长 只要是大过0就是有成长 小过2的话就表示 它的 它有成长 它成长够多 然后它的PE也不会太高 所以整个出到来是小过2 如果是PEG超过2的话 就可能这个有点太贵了 PEG小过2就比较划算一点 PEG小过1的话更好了 O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20天的平均成交额 超过100万令吉 就是20天 20天里面平均每一天的成交额 都超过100万令吉 这个是为了要过滤一些 不活跃的股票 如果有一些股票呢 就算它基本面好 可是它的成交额非常的低 可能你买卖 你过一个假上去 两个礼拜一个月都卖不出 还是买不到 这是可能的 OK 这五个数据 然后还有另外的辅助的数据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Free Cash Floor 就是它的自由现金流 一定要大过0 就表示手上一定要有现金 可以negative 像最近 server中很大的标 就是因为它的 它有假账的嫌疑 很大一个因素 就是它的Free Cash Floor 是negative OK 还有就是 YOY QOQ的 profit要大过0 就是 今年跟去年比较 它的 profit要有成长 大过0 然后这一个季 跟上一个季 这一个季跟上一个季 比较它的 profit有成长 OK 还有 YOY QOQ Revenue大过0 一样就是 今年的营收 跟去年的营收 相比有成长 还有 这一个季的营收 跟上一个季的营收 相比有成长 OK 除了这些指标呢 其实还有一些指标 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来量化的啦 比如说公司前景 公司前景 这四个字 你是没有办法找出一个数字 来证明这个公司 有没有前景的 这就要靠我们的common sense 我们对这个经济的尝试 去定义 这个商业 这个公司有没有前景 OK So 我讲完了这些 基本上你用这些数据 再加上一配合 不可量化的公司前景 去选出来最好的股票 最好的股票 可能只有五到十指 不要超过十指 我看 可以五指左右是最好的 不要超过十指 超过十指太多了 太泛滥了 我马股有九百多指 你可以选出大概是五指最好的 你没有必要去投资第二线的股票 你要投资你就直接投资最好的那些 OK 然后为什么一定要投资好的公司 好的股票 他有他的原因就是 天有不测之风云 在股市里面永远都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啊 你现在手上的持股啊 会不会有一天 有什么东花豆腐 股价突然间跌到很够利的那种 可是当你的股票跌到很够利的时候 你就要看你手上的公司 是好公司还是不好公司 如果是基本面不好的公司 这样我就公司发财了 应该是完蛋了 多数是完蛋了 你心里也没有底啊 你知道这个公司基本面不好 他现在股票跌到这样够利 你心里会有底吗 没有底啊是不是 如果一个公司基本面是好的 你很肯定他会继续赚钱继续成长 他股价突然间大跌 你心里面有底了 你可以 你感受住他等他起回来 对不对 所以就是有这一层保险 如果你买到基本面好的公司 你就算他股价突然间大跌 你感受着他 你敢等他回来 因为你相信他会回来 当然你也不是瞎财 你有证评计 可以证明他是会回来的 因为他的公司的业绩好啊 ok so ok 接下来我刚才教的是 怎样选出好的股票 讲好的股票 价值投资就一定要选 基本面好的股票 ok 当你通过我刚才那些数据 找到好的股票过后 现在我们就要进入 你要怎样来买卖 这个价值投资 的股票 买入点是什么 ok 以前我有教过的 我现在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会教大家呢 大家去找出来 他历年的PR 就是过去的历史PR记录 你看他的PR记录 如果是一个标准的成长股的话 他PR记录大概是会这样慢慢上 慢慢上 慢慢上了 又或者是打横一条线也可以 所以比如说 一个你要买的一只股票 他历年的PR大概是 10 11 12 13 然后到了今年呢 他的PR应该 正常的话会去到14 最多也是去到15 照着他的规律去 如果呢 他今年他的PR突然间掉下来 本来10 11 12 13 突然间掉下来变回10 这个时候你就要紧张一下 你就去切回去 还有什么事情 只要你确保他的基本面没有坏的话 是不是 这个是个买点 这个就是个买点 他暂时跌进了一个相对低位的股价 这是一个买点 所以你就要看他历年的PR 有没有正常的伤 如果突然间跌下来 这个就是你减便宜的时候 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有便宜减 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用合理价来买入 什么叫合理价买入 就是我刚才说的 比如说他每年11、12、13 OK 今年的合理价大概是14或者15 这个也是属于合理价 OK 不合理价是什么 如果他10、11、12、13 今年突然间飙到20 这个就是不合理价 太贵了 绝对高股 不管他公司成长到怎样都好 你买下去 你绝对是被套在高楼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很建议你不要买 等 等他跌回合理价 OK 所以价值投资的买入点就是看历史PR OK 然后呢 我说完买入点 现在我要说了 卖出点是几时 通常价值投资是从不轻易讲卖股 价值投资就好像巴菲特讲的 一支股 我如果没有想着要hold他10年 我5分钟都不想hold 夸张了 虽然是有点夸张 不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价值投资是不卖股的 当然 有时候啊 价值投资卖股 基本上只有两个理由 一就是基本面坏了 他基本面变坏了 没有东西是天长地久的 有公司也会变成坏了 OK 他基本面变坏了 第二个就是 你有更好的标的 你有更好的目标 这样你可以卖到这家去买另外一家 啊 OK 对我来说 我还建议还可以有第三 还有第三种 就是呢 你们可以看他的均线 60天均线 一支股票呢 如果每一支股票 一定有他低潮的时候 OK 他就算他的 基本面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可是有时候他遇到低潮 就是遇到低潮 你没有办法 然后当你看到他跌破60天均线的时候 我建议其实可以暂时离场 卖掉 OK 他通常跌破60天均线过后 他有两个方向 一就是他会跌破200均线 当他从200均线上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可以买回 又或者是60天均线他没有跌到200 他又上回60天均线 那时候60天均线再买回 OK 我现在就跟大家交到这里为止 OK 感谢大家 谢谢 按赞 一下 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